好,各位同学,那么关于函数的相关知识 我们暂时先介绍到这里 那么函数还有一些高级的特性和用法 我们将把它放到后面的 将一些Python的高级知识典里再来讲解 好,那么我们之前所讲的这样一些函数 都是属于函数里必须要掌握的 我们在掌握这些函数的知识典之后 就可以来编写一个良好的Python代码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来学习一下 一个编程里面编较基础 但是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让我们先建一个Python文件 c10.p来 好,在这个文件的开始 我定义一个变量c 把它只复制为50 接着我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实现的功能就是两个变量相加 好,然后我们把x加y的结果复制给c 好,最后我们在函数内部打印这个变量c 接着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add 1,2,它将实现1加2 好,那么在这个函数调用的后面 我们再次打印c这个变量 如果不相同,他们各自应该打印出来的是多少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代码运气的流程 首先c的值被复制为50 好,接着会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好,调用函数之后 我们代码运气的流程将去执行函数内部的代码块 也就是把1加2复制给了我们的变量c 好,然后我们print c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猜测出 c开始是50 然后现在被复制为一个新的数字3之后 这里将打印3 好,最后我们再次打印c 应该同样是3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好,我们运行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结果 第一次打印的是符合我们预期的是3 但是第二次打印出来的c的结果 依然是50 并没有被我们的add函数所改变 那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个原因 我们必须要引入一个概念 叫做变量的作用率 好,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 变量的作用率这个概念 几乎在每一个编程员里面都有 并不是Person所独有的 每一个变量都有它的一个作用范围 这个范围就称为变量的作用率 比如说在函数里面 如果我们用了一个变量c的话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的变量c 其他的作用范围仅仅存在于 这样一个函数的内部 它并不会影响我们在函数外部 所定义的这个变量c 这就好比你在外面定义了一个变量c 但是虽然你在这个函数的里面也用到了变量c 但是实际上来说它几乎是等于另外的一个变量 它和c没有关系 虽然它们一字是相同的 但是依然是两个不同的变量 因为它们的作用范围是不同的 好,这个就是变量作用率的基本概念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更加直接的例子来看一下 好,我同样是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随便写一个叫demo 好,然后我们这里面的定义了一个变量 等于10 好,现在我问大家 c会打印出10来吗 好,不会 它会报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 11点p版 好,果然报错了 它能定义的是 它能报错误的原因是 这个c没有被定义 明明我们已经在函数内部定义了变量c的端 但是它依然是报错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了 c这个变量的作用率仅仅局限于这个函数的内部 如果你想在外部引用 一个函数内部的变量不是做不到 只不过在目前的这种写法下面来说的话 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对c的引用 已经超出了c的这样一个变量的作用率 好,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下 如果说我先定义一个变量c等于10 好 然后我的函数内部填一个c 接着我来调用这样一个函数单网 大家觉得这样的一种写法可以吗 我们看一下 毫无疑问它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函数外部的这个变量作用率覆盖整个我们的这个模块文件 你是可以在这个函数的内部来引用外部的这样一个变量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反过来是不行的 好,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在函数外部定义的这个变量 我们称住 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全局变量 那么我们对于在函数内部 所定义的这个变量 比如说母词 它应该会称为局部变量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函数的内部去引用外部的这样一个变量 因为外部的变量我们称就是全局变量 但是在外部 如果你想引入函数内部的这个变量c的话 不想为什么 因为c它是局部的变量 好,那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 所谓局部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怎么理解呢 好,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加深一下对这样的一个局部变量的理解 我们现在把c等于是这个全局变量给屏蔽掉 然后把这个printc也给注释掉 好,那么我们现在尝试着在外部打印这样的一个变量c的词 大家觉得可以打印吗? 可不可以打印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好,它会报错 我们尝试着在函数的外部引入函数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我们pass会提示 这个变量c是找不到的 因为c目前来说的话只是一个局部变量 我们在函数的外部是无法使用这个局部变量的 好,那么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所谓局部变量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把外边的printc给注释掉 好,然后我们在函数的内部写一个forE循环 forE,Runge,0到9 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循环的内部 是对这个c变量做加等预算 每一次循环,c的变量只能将会加上1 好,循环完毕了之后 我们再打印这样一个c的值 那么大家觉得这段代码会报错吗? 按照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c是局部变量对不对 好,既然它是局部变量 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引用它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情况 好,我们在这里调用一下代码函数 再一次的运行c11模块 好,得到了正确的结果59 这就是我们强调的 局部变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们在函数内部定义的c等50 相对于我们函数外部来讲的话 是局部变量 但是问题来讲 如果它相对于我们的for循环来讲的话 并不是一个局部变量 所以说你要定义这样一个局部变量 你一定要看它是相对于谁 相对于哪个位置的引用来讲的 我们在这个 在指示代码函数的内部的话 你在这个for循环的内部去引用这样的一个 for循环外部的c等于50 就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报错 好,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再来看一下 我现在在这个循环里面 定义一个变量a 让它的值等于 等于这样的一个次库串a 好,那么我现在想打印这样的一个a 可以吗 在循环的外部打印这个a变量 好,让我们一起来运行一下代码看一下 好,可以成功把a给打印出来 好,所以说这里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for循环的外部 我们是可以引用for循环内部的变量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请大家要牢记 为什么呢 我们很多同学可能有其他语言的编程经验 在其他的语言里面 比如说加码和c下谷里面 如果你尝试引用这样的一个for循环 里边的变量的话 这个c下谷和java是会报错的 但是在python里面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比较熟悉 c下谷和java 他们这样的一些语法规则的话 我们肯定不会出错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要试图去引入一个for循环 在java和c下谷里面 如果我们要试图去引入一个for循环 内部的代码的话 那么我们会尝试着在for循环的外部 首先给这样的一个 变量A做一个初始值 让它等于一个空置无串 然后我们在for循环的内部 来改变这样的一个A的默认的初始值 然后我们在printA打印出来 我们会用习惯的思维来这样编写 但是在python里面不需要 还有帮我们节省了一行代码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要问 为什么在python里面可以在这个for循环的外部 引入for循环内部的变量吗 这是因为python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大家看一下 快捷机作用域的概念 python里面是没有这个快捷机作用域的 我们说了像for循环 if else它们是一个代码块 对不对 好 但是在python里面一个代码块 比如说一个for循环 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作用域的 函数是可以形成一个作用域的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所谓全局变量 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第一为 是一个模块里面的 模块级别的变量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函数 但是它可以被多个函数所引用 好 那么对于局部变量而言 函数里面我们所定义的变量 就被称作叫做局部变量 那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函数里面的这样一些for循环 if else等等 还有我们的well 它都不可能形成一个块级的作用域 在这个for循环或者是well里面 或者是if else里面的变量 会被视作和函数的变量 是同一个级别的 好 那么以上的这些知识 是我们Path里面 作用域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好 我们现在再来深入的看一个例子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吧 好 首先我们在这个块级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我们把c复制为1 好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 就是funk1 好 在它的内部 我们再定义一个变量 c动2 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较大的尝试 我们在函数里面再定义一个函数 放个2 有些工学可能会问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好 然后我们在里面定义一个c动3 完了之后 最后我们在放个2的内部 打入这样的一个c变量 好 然后我们跳出放个2 这样的一个函数 在放个1的 这个函数的末尾 我们调用一下 我们的放个2 好 最后我们再跳出 放个1的函数 在模块里面 再调用一下放个1 好 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函数里面是如何定义函数的 Python确实是可以这样做的 好 下面是我的一个提问 目前的代码来看 如果我们在史实运行这个c12模块的话 大家告诉我 我们将打印出c的这个结果的值是多少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把c等于3 放个2里面c等于3 给注释掉 然后再运行c12这样的一个模块的话 打印的结果又是多少 好 然后我们接着再把cr c等于2就是点 然后大家再想一想 此时的c又是多少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 就在我们这节课中 如果你很好地理解了 这节课我所讲的内容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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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